這邊我要再討論一遍 用變數變換的概念來解微分方程式 這個變數變換的概念 我把它稱作第四種類型的微分方程式 這個類型的微分方程式 它的樣子是y對x的微分 等於有一堆的函數 然後它是寫成a1x加上b1y加上c1 分支a2x加上b2y加上c2的形式 而且我有看到這邊的a2比上a1等於b2比上b1 這種類型的問題 我也可以藉著變數變換把它做化解 它的過程當中可以藉助變數變換 通常我會把a 因為它們有比例關係 通常我會把a1x加b1y或是a2x加b2y 當作一個新的變數 這個我們通常把它當作一個新的變數 用u或v都可以了 用這個概念慢慢化解的話 也可以算出答案來 因為這樣子往下算 用了很多代號去表達它是不太容易 就是說會寫很長的一個代號 方程式會寫很多代號在上面 很不好觀察或是很不好理解 所以我用一個例題來解釋它的用法 這個例題是這樣講 就是我要解 我寫成2x減掉4y加上5 乘上y對x的微分 再加上後面的x減掉2y加上1 我解這個例題 看一下我剛剛那個概念是怎麼用的 就是把它一部分相加 讓它是一個新的變數v 這個概念到底怎麼用的 用這個例題來解釋一下 我們怎麼解這個問題的答案呢 這個問題這個樣子 是不是我們上面那個標準形式呢 是因為原式我就可以先做一個調整 先做一個調整改寫成 y對x的微分等於 好這一項先移到右端邊來 所以是負的x減掉2y加1 再把左半邊的這個係數除到右邊去 所以是2x減掉4y加上5 好然後我做一個變數變換 我的原則採用上面這個概念的原則 好我令我新的應變數v等於 我可以是x減2y也可以是2x減掉4y都可以了 好我令成x減2y好了 好我這個目的啊是希望說 用一個新的應變數v來取代舊的應變數y 我是要取代y不是要取代x 好那也就是我必須要把y改寫成2分之1的x減掉v 這個目的是希望改寫y不是要改寫x 好把這個y帶到問題裡面的左半邊 這個有一個y的問題是換掉這個y 換掉這個y了 用這個關係式來換掉它 好這個方程是我編號一下 因此我的第一個方程是 可以改寫成 好y對x的微分 y的話就是2分之1乘上x減掉v 好這個要對x為分 然後右邊的話呢 負的 好這個x減2y就是v 然後加上1 底下是兩類的v加上5 好這個概念繼續往下算 自然就可以算出我們需要的答案 好我繼續往下算 好2分之1提到外面來 然後裡面的x要微分 x要對x5微分 好v也要對x5微分 好右半邊暫時留著不理它 好然後左半邊的相似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因為x對x的微分是1 好2分之1不好用 2分之1不好用 就左右兩邊同時乘上2好了 好左右兩邊乘上2 左半邊變成1 1減掉v對x的微分 好右半邊的話就變成負的 乘上2 2v加上2 除以2v加上5 好然後把左半邊的1移到右半邊來 好剩下v對x的微分 我們等於 等於右半邊的 好這裡有一個負號 好然後寫成2v加上5 分之2v加上2 減掉1 好我把左半邊的1移到右半邊 來的意思 減掉1 好大家都有負號 把負號抵消掉一下 乘上-v 所以變成v對x的微分 等於這個 右邊這兩項的相加 把它通分 通分之後變成 好應該是左邊有2v加上5 另外一邊又有2v加2 另外一邊就是有2v加上5 通分的關係 好這個就可以再整理成 2v加上5 好這邊是4v加上 看一下我有沒有漏掉什麼 好乘2的關係變2v加2 沒錯 好那就把1移到右邊來 大家都是減的所以變加的 OK那就沒有錯 這樣子的話這邊寫一個7 好那我再把右半邊的v相關的 整個除到左半邊來 好4v加7分之2v加上5 好乘上v對x的微分 這樣的話右半邊留下1而已 好那左半邊都是 好那左半邊都是 硬面數v相關的 右半邊相關也是x相關的 那我就可以積分它 左半邊積分它 右半邊積分它 好4v加上7分之2v加上5 v對x的微分 現在對x積分一下 好1也要積分它 好不練激面的關係 加一個激面常數c給它 也更是可以抵消掉 好我把這個2v加上5寫成 分子分母同時乘上2 好2分之1乘上 分子乘上2分母也乘上2 所以上面的可以寫成底下的 4v加上5 除以4v加上7 然後對v變數做integration 好右半邊的話就是留下x 基本完之後的x加c 好我把基本的內容調整一下 好我想要把它調整成 這個乘上2所以是10 這個漏掉 乘上2漏掉了 好4v加5 4v加10 2v加5乘2的話 變成4v加10 好所以我再把它寫成 4v加上7再加上3 除以4v加上7 好我的目的是 希望把它變成兩部分 一個部分 一部分是4v加7 除以4v加7 好另外一部分的話是 加上4v加7分之3 對啦好 這樣的話比較好積分 積分比較容易 左半邊的話是2分之1乘上一個積分式 積分的內容這是1 這整項就是1 好是1加上4v加7分之3 好對v變數做intenduration 等於x加7 好這樣的話我就可以繼續寫出左半邊的積分值 好2分之1不用再寫一遍 不用把它再寫一遍 好積完分 1積完分之後是v 好然後另外一個像是積完分之後應該是 4分之3乘上nature log的4v加7 才對 好這個改成中挖符好了 好等到右半邊的話是x加c 好那同學可能會問我說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有些人會說怎麼會變這樣子 好其實我的想法就是我去調整這個底v 我怎麼調整它呢 我要調整成4分之1乘上底4v 4v加任何常數都是跟原來一模一樣 跟底4v一模一樣 所以要加一個常數也沒有關係 那這樣的話就是我需要的那個基本的形式了 好最後一步就是把v換回來 來v是在這邊的x減掉2y 把v換回來就好了 好把v換回來 那這個答案就算出來了 好所以 這個問題的通解為 這個問題包含基本常數了 所以它稱作通解 好通解就是1 2分之1等 這裡頭有放vv要換成x減2y 好然後再加上4分之3 乘上nature log裡面的 好4v加7喔 好4v 所以是4倍的x減掉8倍的y 加上7 好然後等到右邊的話是x加c 我就寫這樣就好了 這是我的通解 好請同學參考一下這個解法的概念 不用去背什麼公式 這個 怕同學們學公術是在背太多公式 這樣的話你會越學越沒有興趣 避免背太多公式 好 勉強